2023年6月5日 是我们处于当前的维度 我们一直在以缓慢 深思熟虑 有条不紊的方式进行 因为我们非常享受这段旅程 我们希望再放下一切 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时 感受到最后一点释放方面 你们转变的方式是相似的 但也有所不同 因为大多数人并没有选择 像我们一样有意识地脱掉他们的层 相反 你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困在自己的维度 或情感上或生活的其他方面 我们理解这会是多么令人沮丧 因为我们日复一日 甚至片刻地见证着你们寻求挣脱 但是 如果你们每天都能安顿下来 并设定要享受旅程的意图 那么你们就可以拥抱 为你们而来的一切 你们面对的每一个小挑战 都可以通过一个喜欢挑战的人的眼睛看到 如果你们享受成长 那么你们就会享受挑战 对你们所有人来说 重要的是要发现一些关于地球上的生命 特别是你们自己的生命 这样你们也可以享受在旅途中 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中得到的解脱 当你们意识到你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你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你们决定承担的事情时 这会有所帮助 如果你们能放下自己被困住 给困住或受到惩罚的想法 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你们当前的生活敬意中 有多少适合你们 你们就会开始注意到这些小事 关于地球上值得坚持的生命 我们知道这很艰难 而且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 都曾经或多次决定过他们想要离开 但我们也看到了胜利 我们看到了进步 我们注意到你们都变得更好了作为人类 我们希望你们能像我们在逐渐剥落层层时一样快乐 因为在这一切结束时 你们将能够回顾你们的扬生病说 我做到了 那个挺难 一路上没有多少回报 但我坚持了下来 我做到了 一旦你们牢牢地扎根于第五维度 它就会让你们感觉非常好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3年6月5日 光之银河联邦 你们可以显化 传导 Crystal Energetic Line 译者 扬声传导 今天我们有机会就一个新话题与你们交谈 我们要讨论的一个是多维的存在 你们听说过超越到第五维度 但如果不止第五维度会怎么样呢 你们内在有能力走得更高 一旦你们的内在有了光 就没有限制 你们的意识将继续寻求更高层次的扩展 不要将自己限制在第五维度 处于第五维度是一种可以快速显化你们的愿望的状态 你们看到它 你们想要它 你们得到它 现在想象一下你们看到它 你们想要它你们就是它 成为第五维度你们需要有以下几点 一颗渴望的心一个开放的思想 你们需要允许奇迹出现在你们面前 改变你们的定位让伟大的事情降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中的许多人不允许你们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呢 我没有创造那个 它只是出现了 但是如果我们告诉你们 你们确实创造了它 就像你们在日常物质现实中创造你们的体验一样 你们是创造大师 但你们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想提醒你们 你们是强大的存在 能做的比你们知道的更多 你们看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们向宇宙发出信号把它带给我 它必须做出回应 它必须给你们带来你们正在寻找的东西 只有当你们不相信你们应得的时候才会有延迟 我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得到它 我必须牺牲 你们不需要 请把它放在一边 只要想一想 事情就会来找你们 把它放在你们的愿望泡泡里 让它成为现实 宇宙说 太棒了 你们走了 永远不要附加任何形式的规定 只有在 它会搅浑水的情况下 我才能得到这个 你们不会明白的 它会引起混乱 贪虑和信任 它会立即出现吗 这取决于你们的震动 欲望有多强烈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否应该履行它 我们在你们心里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我们知道如何根据合同进行 如果某些东西不对齐 它将以另一种格式出现 例如 你们想要一双新鞋 但我们知道你们的合同中有条款规定 你们不应该买新鞋 所以 我们要带给你们的是适合你们灵魂的鞋履 这不是你们期待的全新鞋款 但我们了解大局 将为你们带来满足你们愿望的答案 你们会收到我的帮助 你们会收到对你们来说全新的鞋履 我们不会辜负我们的承诺 每个请求都必须与你们的灵魂保持一致 那么这是如何工作的 你们发出请求 宇宙就会听到 它将你们的请求与符合你们的时间和空间的心灵和灵魂相匹配的结果相匹配 它来得有多快取决于愿望有多强烈 路上有没有障碍 它是否满足契约需求 第五维度中的人可以比第三维度中的人更快地完成此过程 在第五维度以上 这是以光速发生的 当我们说你们有能力立即表达你们的需求和愿望时 请相信我们 我们只是给出一个时间框架 让你们了解为什么有些请求比其他请求需要更长的时间 宇宙并没有停止工作 它正在匹配事物 我们希望你们了解如何在生活中创造有意义的事件 我们不希望你们生活在痛苦中没有痛苦 生活不必是衣裳斗争 没有理由你们不配得到你们想要的 每个人都是值得的 我们希望你们在生活中快乐 并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 不要相信你们注定要失败 没有人注定要失败 你们不会走上注定要失败的人生道路 你们开始在带来希望和梦想的环境中寻求欲望和满足 对于今天觉得自己偏离轨道的任何人来说 只是梦想 梦想他们想要的东西 开始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宇宙必须回应你们的想法和要求 不要关注不想要的结果 专注于想要的结果 我们给你们的礼物是这些时代的教育 我们希望教你们如何在你们的生活中进化 练习这个只想着你们想要的 从来没有消极的想法 如果你们有远大的梦想 你们的道路将会开辟出令人愉快的选择 你们是被爱着的 再会 Namast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